你千萬不要在我旁邊鎖什麼聲音 我是會罵人的 我真的會在戲院 阿哥 麻煩你 你肯定我投資有賭 你聽誰說 我大哥全香港的蟹姓 沒有一次沒有我份 我自己是生命力強的 拍電影真的很艱鉅 傻人才會做大很多傻人 來吧 如果做棟篤笑童 拍電影選一樣 阿韓如果我是一個年輕人 我是想著自己不如儲錢上車就好 我作為一個有錢我都省給自己小的 如果這個行業好像都不見到一個很穩定的希望 我年輕人你會不會叫他入行 他會說我想拍電影 你覺得他 年輕人不應該是為這件事想著的 你年輕人你一定要浪費一下你的青春 不是你怎會是年輕人 就是你要有夢想 那就試一輪夢想先吧 這個年輕人試了二十年 以前可能小時候就要成名 就是我每天都看著維基的 其他導演什麼時候成名 拍了一套好戲 現在就無所謂 就是慢慢來 KFC那個阿叔都是做阿伯才出名 但是我覺得就不要放棄了 就是因為如果自己喜歡的東西都放棄了 其實就沒什麼意思的做人 一定不可能 一定不會為了買樓而放棄做電影 始終這個是我自己一生最喜歡最想做的 所以任何人應該都動搖不了我了 很厲害 我也覺得 就是怎樣 中間有沒有經歷過 因為也是那些03、08 全部都經歷過 那有沒有試過什麼武功開 就是等等 怎樣去捱過呢 武功開我現在都在經歷著的 你每完一部戲就經歷武功開了 就是都習慣了 他真的很捱 到今天 你想想一下Jack 他是搞這部戲搞兩三年了 他就拍了 拍了幾個月了 他現在又是在捱的了 他是說兩三年拍一部戲有多少錢人工 根本是電影這班人是神經的 香港還有很多很熱血的 你看看他的組人就知道了 幫他拍那些所有年輕的 茅美的 全部都熱血的 電影就保持著武功開 因為這麼久以來拍那一部戲 我當時的導演費就 詳細不說了 總之五位數 那就兩年 說純電影的收入 就是 我沒去到私餐我到 我平時的生活 就是LOMA其他東西 最高試過 五、六萬就行 你試過可能整個月 真的沒有 或者低到四位數 一千多二千都試過 我覺得想做什麼就去做 我又不會想做KOL的 你不要做KOL 他是拍電影的 我又不會 他喜歡做KOL 不做KOL 如果納志偉真是很想做電影的 不會做的 他要有什麼條件 有什麼最基本 你覺得是重要的 起碼第一件事 我覺得要先捱 因為真的要捱 不是說大預算和小預算的問題 其實一直以來 拍電影都是要捱的 你就算拿很大的預算 你都是要捱的 因為你拿很大的預算 就是說你有權拍70組80組 70組拍10組都是辛苦的 你辛苦的時間長很多 不是70、80組不用睡 是啊 小製作就少一點不用睡 小製作就十幾組不用睡 你反而大製作就70、80組不用睡 那不捱得 我就覺得你考慮清楚才好 至於華臣呢 你覺得剛才聽到三個字 拍電影很辛苦的 是啊 很辛苦的 我拍什麼代宗師 我都拍手斷了 然後結尾又未拍 我全組看著我的手斷了 副導演 冒著大 但我只說你去看醫生 我真的喝令全場 誰再叫我去看醫生 我就開始發脾氣 我已經是從雲發脾氣的 但過了一陣子 手斷了 那怎麼樣 哭完就看醫生 看醫生 這樣 是真的很艱鉅的 拍電影 傻人才會做 但很多傻人 難得人生有些東西去燃燒一下 你便燃燒一輪 燃燒一輪 你便再轉行賣樓 沒有樓賣都不漂亮 你還有很多的 下一步 不是 我是說做經紀賣樓 大江途盡 那是途剩一些很有堅持的人 以前讀書就是 那些前輩就說 我們那時候拿榮酒拍的 那些什麼 但到我 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就是 是非常之辛苦 挑戰你的 IQ EQ 甚至你的體能 你一定要完成這件事 就會有一個超人的意志 去克服 開了二十四個小時 最後回家 真的睡兩三個小時 又再開二十四 連肉三四都是這樣 真的試過這個情況 但是 我覺得 整行是辛苦的 但是 我覺得 有些事情是 做完覺得 做得到 大哥想做的事 我會覺得我是開心 就算有多辛苦都好 我覺得就是 做完不是有另一條好看 你會選擇拍一套怎樣的戲呢? 導演先 我想怎樣都選擇了片酬 一般的故事很好 因為如果故事很好 你拍了下一部片酬就會告一遍 很簡單 子華呢? 我就會更加緊張 是製作費更多 就是我拿片酬 然後我拿了五千 你就剩下一百去拍 那套戲一定是醜到無倫的 反過來你說 片酬一般 故事很好 但你沒有錢去拍 都是醜到無倫的 很容易 就是我們拍戲自己知道 拍戲真的跟錢是脫不開的 就是如果你能夠很便宜地 拍到很好的東西 那個差不多是一個幸運 前兩年秋生拿了影帝那套 叫做淪落人 淪落人 他們當時秋生要不收錢 這些 你這麼慶幸那一局贏了 你不贏 不能繼續 下一局又叫 總之今天在這裏 三部機大家不要收錢 行不行 是吧 哪有這麼契題 出來打死我了 就是你不行 所以其實是有好的故事 都真的要有資金 我會更加緊張 我現在很喜歡說一句 那算不算是黑社會 為阿公 你明白嗎 就是不是 大家某程度當然要吃飯 吃飯之餘為阿公 阿公是甚麼呢 比如我拍戲 就是那套電影要好 是為了他 其他那些 就是大家再各自爭取 但是為阿公很重要 一起做一件事 就是那件事 其實合拍片顯示 我覺得已經過了 嗯 十年前問這個問題 都還過討論會很激烈 究竟拍不拍合拍片 怎樣拍怎樣 但是其實去到今時今日 已經少了很多很多 合拍片 不同的因素 比如這幾年的經濟環境 當然啦 主要說回合拍片 整個創作的範圍 當然是會窄了 但是資金又多了 我覺得 看看你的題材是甚麼 這個很現實也很坦白 你拿著別人地方的錢 有人有別人地方的規矩 你不能夠那麼貪心 你又要拿別人的東西 但又要犯別人的規矩 你想拍一些可能是題材 敏感些或是偏激些的 你不能夠拿別人的錢 我又覺得沒得那麼貌 那紫維又怎樣看 都拍了很多電影 例如《讀舌大狀》 或者《凡氣貢心》這類 如果那個題材 我們想擴大市場 我沒有這個想法 我沒有這個想法 我作為一個電影的低級人員 只是一個演員 我沒有這麼宏大的想法 我就是你給我看 我感興趣 我又覺得你應該夠錢拍的 不會很肉酸的 那我就考慮 你說背後 譬如前幾年我拍陳家上那套 做張寶仔 我都不知道那裡是否合拍片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終於沒有上 但是好玩 張寶仔 終於上也不能上 不知道有沒有上 拍了很多錢的那套戲 反過來 你去香港 對我來說 那不是什麼的考慮 也都不到我考慮 我只是 好不好看的 好不好的 這個製作 是不是一個好的製作 當然背後 你牽涉到 我因為合拍片 所以題材上有限債 諸如此類 等於我看《讀舌大作》劇本 好不好看呢 淋涼水 好不好看 我不會想一下背後資金是怎樣 那些事情不關我的事 但是演員的角度 就不會考慮一些事情 對他們來說 但是譬如老闆的角度 尤其是導演 可能要再多些跟老闆溝通 老闆投資一套戲的時候 可能他也想有更大的市場 通常我們現在說 最接近我們的市場 會不會就是 首先是不是一個 中國內地的市場 而我們如果香港電影 要進入這個市場 其實我們中間 會不會有很多事情 要遷就 或者其實我們怎樣 可以令到我們香港的元素 都可以同樣地 進入這個市場 看看你指香港的元素 是指哪一方 正如剛才所說 看看你的 不是說現在拍攝香港 關於香港的電影 就犯禁 我們未去到這麼窄 這個範圍還會有 我不敢說 很大 如果說八十年代 跟現在來比 當然是八十年代 庫老多 最簡單的說 拍鬼片 很簡單已經可以拍到鬼片 現在就會有很多考慮 譬如說 你拍鬼片一定沒有大陸市場 其實我又覺得 譬如說近年 很多年輕的新導演 會出來拍攝 你說題材是不是很窄 我就覺得不是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 有很大局限 因為你如果只是 香港市場 你只能夠拿到一個 不大的預算去拍攝 那高局限一定有 難道你拿著一個 一個小預算 又飛車又沒有龍 一定搞不定 但是在那個小預算下 其實都幾百花齊放 都有不同的題材 而觀眾也喜歡看成績 都不差 甚至很好 我覺得這個現象 是幾值得慶幸 但是我也貪心一點說 我希望未來的兩三年 不只是這個景象 會去到一些 中型的預算 的電影 又會有 甚至一些大型的預算 或者一些比較大型的動作片 又會出得回來 我覺得這樣的影圈才能見到 他們覺得回報率不高 他們就不會拼搏 但是做創作 其實有一個先天的對抗 投資者 其實他不會想怎樣回叛 他純粹是想說一些他自己想說的 即是指滑都之前拍過那套 《什麼代宗司》 都是自己 用錢出來拍 之前看回你也想拍給香港人看 但是香港 剛才好像導演這樣說 市場其實現在都蓬闊了 我們如果只是靠這個市場 行不行 其實死亡率很高 我拍《什麼代宗司》 因為我要守我的承諾 因為原本不是想拍《什麼代宗司》 是另一套其實是一套文藝的片 不過要求女演員 心猶要打 訓練了他 誰知道那套拍不成 我又答應了他 我一定會拍才 鑑生讀一套東西出來拍了 那就糟了 因為我又不懂得很便宜地拍 其實現在香港大家都不要搞錯 其實我覺得是很困難的 在現在這個局面 就是要拍 你有足夠的資金拍一套戲 譬如Jack剛才說的 中型的資金 死亡率是很高的 是最容易死的 要不就去到那些 要不就縮到只是香港 就是這樣 中型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我又死了一次 是啊 是不容易的 怎樣啊 我怎知道 我就不拍了 有多少間屋可以賣 大哥 紫華神愛磚頭 逆市買豪宅 超賺五球 還有多少間屋可以賣 就不知道了 不過紫華神這幾年 在荷民田買樓買樓 都成十個單位 早派在用一千一百五十萬 買了一個河民田豪宅單位 拿貨十三年 逆市都超賺五球 而他一三年 用二千多萬買入 現在住的北角半山豪宅 估值都貴了一千多萬 果然投資有道 你說肯定我投資有道 你聽誰說 我大哥全香港的蟹性 沒有一次沒有我份 蟹完又但是都OK的 我自己生命力強 我告訴你 我是很喜歡入戲院 對你來說 戲院有什麼吸引魔力 你覺得入戲院有什麼感受 你最享受 有一個儀式 我不知道現在已經長大了 看戲 是不是這樣可以看一場戲 現在下個站左燈 可以可以可以 還有五分鐘 是不是這樣看 對我來說看戲 我是很緊張 第一 我想我身邊的人知道 看戲千萬不要約我 你是遲到的 我是會不等你的 OK 我一定要看到 開頭 然後你千萬不要在我旁邊鎖什麼聲 我是會罵人的 我真的會在戲院 阿哥 麻煩 我是會這樣 大部份情形 我都很引揚 在戲院是不行的 我是整個儀式感很重 我覺得 戲院你進去 就是那兩個小時 這麼難搭 是一個光影的世界 那是帶你進入另一個世界 你忽然間在旁邊 三姐 待會不回來吃飯 大哥 我在阿凡達的水中央 你不要這樣 我覺得 首先那個朋友已經不行 約了黃之華 都膽敢遲到 那個日 已經有點問題 有得選 當然都會入電影院看電影 但我其實就不抗拒Netflix 因為其實過往一向都是這樣 只不過那個排頭不是Netflix 過往的戲院下了話 隔不久 你會出電影 那你出電影 你就會回家 電視機去看 其實是同一件事 我自己就覺得 譬如電影院也好 幾年前香港不停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香港電影已經死了 會不會死 我自己就覺得 戲院有可能 在不久的戲院 可能是十年後 二十年後 戲院會變成一件很樂趣的東西 等於現在的黑膠碟 它不會沒有了 但主流其實一定是串流平台 或者十年後的串流平台 有不同的玩法出現 但那個其實一定會變的 因為現在確實大部分人 正在看的就是串流平台 不論是在電視看好 在iPad看好 在手機看好 或者是剛才指導說 會不會進化到在錶看 但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不會死的 其實不是在說載具 而是我覺得故事是不會死的 人類一定會追求故事 只要他們繼續想去看不同類型的故事 故事不死就沒事了 以我所知很多創作的人 基本上他們不會很喜歡 一些很商業的東西 其實做創作的人 如果可以做到一些比較偏的東西 好像三十年前的阿飛正傳 其實是一些很新的東西 對觀眾 我覺得有這些新嘗試 對創作也好 然後對整個行業也好 不同類型的東西都可以百花齊荒 其他國家的人都會想看香港的影片 還有現在很多人開始 已經有些片 好像獨視大長 去到不同國家去放映了 已經有這些東西 我想是多些 還有吸引多些人入行 去做電影這件事 多些人堅持多些人入行 這個電影才會持續發展下去 最後一條問題 你覺得港產片跟著去哪裏 跟著我們要走一條什麼路 可以繼續發光呢 我覺得港產片 接下來面對的挑戰其實更大 因為現在我們面對自己的對手 不只是在說香港的原因 這個是牽涉剛才所說的平台的問題 大家觀眾現在打開一些串流平台看 港產片是跟其他世界各地不同的影片 擺在一起 他們可能只會有動作片 有港產片 有美國荷里活的片 可能有歐洲的一大堆 會做得更加辛苦 亦都要做得更加樂力 才能夠在現在這麼大的市場裡 傳活下去 我真的覺得我們做人不應該這樣想 不是說你 我說我們不應該 如果你是進行你自己一個個人的活動 你是不應該想到這麼宏大的架構之後 我還有沒有行全的機會 你這樣想 你就什麼都做不到 任何一個行業你都做不到 因為任何一個行業都是難的 港產片 你只能夠想的就是 我有沒有這個夢想 例如好像Jack 這個是你的夢想 你不是在你的崗位 有的方法 就是努力 努力 努力 捱 不要怕辛苦 捱 你喜歡 那就做到你不喜歡那天為止 但你那段時間 我們想回自己 其實可以更加投入 很細很細地開始 不用看得太多的東西 如果做棟篤笑童拍電影 選擇一樣 我永遠在這樣的過程裡 拍得夠就回到那邊 可能做一次 又死了 看看還有沒有機會回來 要乘機問賣 有沒有機會回去那邊 我不能說 暫時沒有什麼機會 大家看看你會不會 撈完口就有點口癢 暫時沒有什麼機會 在公開時 張成 oggi 你不給你的 我連續 我打算 你沒有交還 你不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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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